連學生打工的錢都要騙嗎 東華大學有學生投訴說 在受封自詢村一家簡餐店的林姓老闆娘 用互助會的名義 以利息為耳向學生來借錢 而6號凌晨呢 這個老闆娘連夜搬空店內物品捲款跑掉了 父親的鄰居呢 也因為加入林姓女老闆 她起的互助會遭到倒會相當氣憤 預估有20名學生受騙 金額大約有300多萬元 這就是老闆娘嗎 對 小跑步連夜把生財工具搬上貨車 神情看起來很緊張 因為她騙了東華大學還有附近住戶 至少300萬元打算捐款跑路 來到花蓮壽豐鄉治學村這間檢餐店 大門深鎖已經一個多禮拜沒見到老闆娘 學生們找不到人這才知道被騙了 總共4萬6 4萬6 對 那你說明一下你被騙的經過嗎 就是3萬是互助會的 然後剩下的一萬四千五是薪水 我們這件疫情的關係有那個青年書困貸款 政府給的 然後他就要我去辦這個貸款 然後我就貸了10萬給他 就是讓他繼續放在互助會 學生們口中的互助會就是 林姓老闆娘騙錢話術 老闆娘謊稱互助會會頭是一個阿婆需要錢 學生只要把錢放進互助會就可以升出高額利息 但現在學生查證才發現 互助會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騙局 受騙學生多達20人被騙的金額少則2萬 最多有畢業學生集資給了170萬 光是學生就至少被騙300多萬元 冰水只有9月的有領導 啊 只有9月 那10月以後咧 10月他是用 就是他就說讓我再放進去 辛苦打空賺的錢全被騙 老闆娘在這裡住了13年 附近老鄰居也都不敢相信 我以為是還是他們身體不好還是怎樣 怎麼會騙學生我搞不懂 學生怎麼這麼 很難接受 怎麼騙醫生怎麼會這樣 設施衛生就被騙 老闆娘1月6號凌晨跑路 現在學生只好想辦法自救提告 期末考之後還要配合做筆錄 目前警方已經和校方取得聯繫 要合力幫學生討回公道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